誰說美國第一大軍武大國 他就沒有去刪載別人 不模仿別人 不抄別人的資料 事實上美國有一個team 這些人叫紅鷹中隊 簡單叫4477 聽說他們專門在模仿 在了解俄羅斯的軍武 到底有什麼精髓 對 其實我們知道 就是說你一個國家的空軍 你今天要對世界上 最強大的一些對手 或者說可能假想題 你一定要保持一個固定的了解 這種固定的了解就有兩個方面 一個你是要瞭解它的戰術 另外一個你要瞭解它的硬體 兩個都要 對 兩個都要 對 所以像美國空軍 這個4477 這個戰術撤平中隊 其實就非常有意思 它擺在哪裡 擺在那個Netis基地 Netis基地是幹嘛的 其實就是每一年 辦紅旗演習的基地 紅旗演習我們知道是美國空軍 包括舉辦 包括會邀請美國的鄰國 盟國 或甚至海軍相關的單位等等 一起聯合進行一個多機種 打擊的一個基地 那這個4477中隊 它當時其實也引進了相當多的飛機 那這些飛機它之所以獲得 說真的其實對美國來講 也是已經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然後把它獲得 當然就是說美國整個在 它在對外參加那麼多次戰鬥裡面 也的確有相當多的 這些要瞭解敵方的飛機的性能 是透過各種方式獲得的敵機 比如說在二戰的時候可能就透過一些擄獲的飛機 或是墜毀的飛機去把它拚一拚 像那個時候美國他們最早獲得的這個零戰 就是從中國戰區獲得的一架零戰之外 另外他們在把當時在阿劉申群島 一架墜毀的零戰把它回收以後 然後跟其他一些在戰場上擄獲的零戰 把它零件拼湊以後 然後拼湊以後把它飛上天空 才知道零戰的性能如此的強大 所謂戰爭一定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對不對 你要把它的性能飛出來 你才知道它的弱點在哪裡 所以美國空軍這個中隊 它所做的這個事情就是這樣 當然他們這一次辦了一個交接儀式 你可以看到 交接儀式 對裡面指揮官的交接儀式 他們就把這一架米格23 其實米格23 我們知道是前蘇聯外銷它的衛星國家 對 但也是外銷它衛星國家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款飛機 它是可變異的 而且它上面你看 它就把那個 Captain Clear 這個人是誰呢 是美國現在 Air Combat Command 也就是戰鬥 那個戰術 等於說嚴格來說 就是過去的戰術空軍的指揮官 用它的名字來為這架飛機命名 當然你看美國它其實 整個中隊營運這麼久的時間 它其實用過相當多的飛機 包括像獲得的米格21 甚至於米格23 甚至於其他的前蘇聯 所生產的戰機 像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以後 然後美國跟中國大陸 有非常多的軍事合作 當時就是說這個中隊 還向中國大陸進口了 中國大陸生產的殲-7戰機 對 然後這個殲-7戰機 因為殲-7戰機基本上來講 就是米格21的中國大陸生產型 所以美國也就此能夠讓 對這個殲-7戰機有更新更多的了解 故意去買他的飛機來研究拆解吧 當然那個時候兩方 我們剛剛講到1979年到1989年之間 這10年之間美國跟中國大陸軍事合作 是非常熱絡的 當時是合作的 對 是合作的 沒有像是敵對 對 現在的話 然後嚴格來說是禁組 不能算是敵對 當然現在來看 你可以看到這些飛機 當然在447中隊裡面 他們還繼續在做 而且其實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美軍他們這麼重視 這樣的一個中隊 因為像比如在越戰的時候 越戰的時候 美國他們其實因為在科技 還有戰術上來講 他們的觀念領先 他們希望能夠依靠飛彈 所以他們就荒廢了過去的纏鬥 導致於你可以看到 從1966、67、68這幾年之間 美國在越南戰場上的戰損 被越南北越的米格機 打掉的機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時候美國才發現 但他們那時候 自己同時間的麻雀飛彈 又不是非常的可靠 所以後來他們才發現 還是需要能夠從了解 敵人的戰術 然後另外把自己的 飛行員的纏鬥能力 重新建立起來是最重要的 可是477如果永遠去 撿別人的戰機 或偷別人的資料 這樣子會不會有點刺辣 也不會 戰場上我們講 孫子2000多年前就教大家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戰 用搶配 偷別也沒關係 當然你說他這整個 47中隊營運這麼多年來 也的確遇到很多困難 例如說你看像米格機 米格機不管你從國際上 從各種方式 在當時畢竟兩大集團 還是處於一個對立狀態 你能夠弄到飛機 說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你要能夠維護飛機 在一個勘飛的狀態下 也真的很不簡單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些該中隊空地勤人員 其實說真的還非常的努力 去用甚至包括像走私零件 或甚至去手工打造 讓這些飛機能夠維持運作 而且這些飛機到了美國以後 其實也不敢再叫它米格23 米格21等等 要給它取一個像美國式的名字 像例如像米格21 就改成YF110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一個飛機稱號 才像美國這個稱號 其實美軍本身也要賦予它一個型號 要不然的話 你如果說今天在訓練的過程中 我們剛剛講的Netflix基地 又是美軍一個很大的 一個空戰訓練基地 就曾經有發生過 他們那時候好不容易 獲得來米格17戰機 在Netflix基地停放 被參與訓練的學官 誤以為是敵機 準備這個頭戰把他給炸 可是這個477應該是要很低調 然後要不要讓他們知道 他在研究 可是這次為什麼所有的歷史 全部被曝光出來 其實他們要休息了嗎 也不是 其實美國它一直就是說 他們有這種就是 所謂的資訊公開法 也就是說甚至於他們內部 辦理這種像 可能是長官的這種交接儀式 就是說指揮官的交接儀式 讓他知道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慶典 那當然其實像這樣的一個 公開場合 讓大家知道有這樣一個單位 而且讓他們知道這些單位 為了維護美國的空憂 有這麼多年的努力 辛苦的 不為人知 也應該要讓大家廣為收視一下 但實際上他們到底做了一些 什麼比較細的東西 你也不可能公開 戰術戰法 你當然不可能公開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 是一個提升士氣 或為自己本軍的形象來說 是一個好事